糖尿病其实是一种生活习惯病,离患者通常都吃太甜太油,现代人吃得太精致,摄取过多营养,却没有相对的消耗,这样下去,糖尿病很快就会找上你。但糖尿病是可以提前发现,控制的。 五七健康同学会,破除关键五十七健康迷思,一书介绍了七个能帮忙控制血糖的食物,让你轻松预防糖尿病。 1. 姜果 无论是腹盆子、蓝莓、草莓和蔓越莓都含有丰富抗氧化剂,维生素和膳食纤维,可以直接吃,也可加入原味优落乳当点心吃。 2. 糙米 负含纤维质,能让我们吃得饱,又不会大幅提升血糖的含量。糙米本身含个等多种矿物质,能促进脂质和糖的代谢,如果体内缺乏个,会使胰岛素的功能降低,容易引起糖尿病和高血脂症。 2. 因此糖尿病患者更应该预防个的流失,建议可多吃,如海藻类、糙米。每周吃两份以上的糙米,可以有效降低罹患糖尿病的风险。 3. 山药 含有阳霉素,是帮助身体调节血糖的植化素。此外,山药也含有胰岛素分泌不可少的美汉腥等成分,以及维生素B1。 2. 可促进血液中葡萄糖的代谢,其中黏滑成分由黏蛋白形成,它会包覆肠道内的食物,使糖分缓慢吸收,抑制饭后血糖急升,同时避免胰岛素分泌过剩。不过要注意山药是淀粉类,吃多了就不要再吃饭了。 4. 洋葱 含有有机硫化合物称西柄基二硫泥,能使体内胰岛素增加。洋葱和糙米一样含个,可使胰岛素发挥作用。另外,硫化合物也能防止血液中的血小板凝固,使血液流动通畅,还有消除自由基的功效,但不宜过量,每天吃50克4分之一个即可。 5. 苹果 汉山药一样富含阳酶素、绿原酸、阿胃酸等,都是调整血糖的植化素。苹果的果胶能够延后饭后血糖的上升,因此高血糖的人或糖尿病患,可以在饭后吃一些苹果,延缓饭后血糖波动。 6. 苦瓜 含有苦瓜肝能刺激分泌胰岛素。苦瓜有一种特殊多生态类,构造类似胰岛素,有降低血糖的功能。苦瓜中的粗纤维,果胶不仅可以解决便秘,刺激肠道蠕动,还能帮助控制血糖。 7. 得瓜叶 抗三高盛品 负含阳酶素,可让血管中多余血糖跑到细胞中用掉,而不会滞留血管,是抗血糖好菜。 而且热量低,具饱足感,可减少热量摄取和降低胆固醇,有助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。 它还含有丰富类黄酮素,每天吃300克,就能满足一人一天维生素A、C、以及铁的需求。